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找海洋之旅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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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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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能辜负他 像我辜负他父亲那样 我恨不得回到过去 凯恩 卡尔洛斯 塞拉摩 有时候 我觉得我一切都搞砸烂 我们双手沾满了血 接下来 西瓦纳斯 会把雷霆崖烧成灰 就像太大西儿 过去我们两个 曾经一起肩并肩地站在 海加尔的山坡上 那次世界术没有乱线 因为那时部落与联盟团结合作 部落 联盟 我们的命运一次 又一次的交汇 每次都分崩离析 这次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同 我该走了 要向安杜因报告被人 安全了 替我跟他说 他不是无军奋战 我们要进攻纳加帝国的核心 我们要进攻纳加帝国的核心 这场战争的结果不是胜利 就是死亡 真正的战斗即将到来 真高兴看到你回来 安杜因国王为何周见 西瓦纳斯下令处决贝恩协提 安杜因派我们潜入奥格马救他出来 你们冒着生命危险 去救一个部落里丘 他为德瑞克付出这么多 这是我欠他的 我们还遇到意外的援兵 是萨鲁法尔 还有索尔 你真幸运 这次没遭到背叛 要是提着你的头 一定能重获大酋长的青睐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西瓦纳斯想让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说不定艾萨拉也是这样计划的 等等 你是想建议我们放下武器 和对方联手 请说吧 你放弃他们做了什么吗 我没这样说 只不过是先把目标 从部落转成艾萨拉 可能可以给萨鲁法尔的叛乱行动 争取一点时间 一定要为泰达西尔报仇 但如果不阻止艾萨拉 等到他释放他的主人 全世界都会沦陷 好吧 我们先把心力放在如何击败那家女皇上 可是如果部落再次背叛我们 一定要他们承担后果